好 来说下一条 唐太宗曾经盛赞贤相 房玄龄 这个筹谋帷幄定设计之功 而在2004年 响应国际的功夫巨星成龙 就宣布自己是房玄龄的后人 今天他是低调地来到了 安徽的吴湖任祖归宗 并且首次和房家兄弟团聚 我叫房世龙 我爸爸是逃乱 要犯不想人家知道他姓房 还是改了姓陈 第一次改下来就改到我今天这样 原来我现在 原来我祖谷 上面写的是叫房世龙 据成龙侄女房树娥介绍 成龙一行人先到了房桥村 房家老子堂 成龙在那里查看了房家宗族家谱 真正算是任祖杯宗 已经做了国际巨星的成龙 从济世开始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子 直到2001年 父亲突然告诉成龙一件隐瞒他多年的事情 原来成龙还有两个从未谋面的哥哥和姐姐 由于早年颠沛流离 成龙的父亲房道龙在战转香港时 和儿子房世德房世胜失散 并化名陈志平 继而认识了成龙的母亲并结婚 直到1985年才第一次与两个儿子在广州见面 从那以后父亲房道龙每隔一两年都会回老家 但此前成龙一直没跟哥哥们见过面 大哥房世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节目上他表达了自己想与弟弟成龙见面的心愿 时隔近一年成龙终于回到家乡认祖归宗 哥俩也终于重逢了 想必大哥小拉二胡给弟弟听的愿望 也在这次重逢中达成了 我唱过练乡议 音�続乐 起来